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經常都可能聽到說減價、特價、買東西搶東西, 但其實都要注意安全, 在廣西來賓市一間超市舉辦促銷活動, 引了一大班中年男女同長者在超市門口等, 職員一拉起鐵閘,這班人衝進超市, 鐵閘竟然被他們撞到變形, 其中有個七十八歲的外婆入超市時不小心跌倒, 還被其他顧客踩,自己跑了十多分鐘後, 才覺得心口不舒服, 去到醫院求醫,原來斷了五條肋骨。 最後超市又如何回應呢? 根據大陸西部決策報道, 在萊賓市橡州縣一間超市舉辦雞蛋和豬肉促銷活動, 一大班老友記一早上去到現場等, 超市員工七點五十幾分拉起鐵閘, 由白露電視看到鐵閘拉起一半時, 這班客戶已經急不及待烏迪的身衝進超市, 希望搶到自己想買的東西, 鐵閘都被他撞到軟了。 而韋先生七十八歲的阿媽也參與搶購其中一員, 結果受傷回家, 他跟家人說, 全部人都不知阿媽原來去了超市, 人多了一個推一個, 剛剛入到超市門口就被人踩, 過了十幾分鐘, 他胸口和肚子越來越痛頂不順, 最後打給他姑姐, 然後馬上去醫院檢查, 經過診斷五條肋骨折, 現在也一直在吸氧氣, 還在治療中, 醫療費一萬元人民幣一日, 都真是偷稽不成舌渣米, 本來想去搶東西搶著數, 怎知要去住醫院一萬元一晚, 不是每個人住得起的大陸, 韋先生事後聯絡超市, 要求超市承擔一部份責任, 他說因為超市搞活動, 又無一個演練, 又無一個餘案, 防止這些踩人事故發生, 韋先生說, 件事過了幾天, 他們都無說過去看看, 然後聯絡到超市經理, 對方說同他領導反映事件後, 正回覆他, 叫他走司法程序, 令到韋先生好不滿, 然後他亦都將這一個 和超市經理的對話截圖鋪出來了, 他說你們超市就是這樣的態度嗎? 一點解決的誠意都沒有, 而超市經理就回應了, 說監控你都看到啦, 又無人踩到他, 說既然領導說走司法程序, 他們的造勢都無能為力了, 然後他提到, 說勒骨都斷了五條, 影片上面又亂, 門又爛了, 還沒有踩人, 最後他決定起訴超市, 但是網民又不是這樣看, 內地的網友覺得這件事是韋先生的阿媽自己的責任更大, 他說, 你自己貪小便宜, 乃了東西你怪得誰呢? 搶東西你就一馬當先, 然後呢, 搭車又要人讓座, 一讓座那裏, 他應該是將自己的經歷說出來啦, 而且他們說到, 說超市經理這樣回覆都沒什麼不妥, 叫你們行法律程序, 還想怎樣? 是不是想你用這個輿論的壓力令到超市屈服呢? 亦都有網民說, 說這件事裏面, 超市都是受害者, 連個門都被你們弄壞了, 可不可以要求你們陪啊? 如果你們個個都這樣, 超市就變了你們的提款機咯。 那些網友反而不是好支持阿婆, 其實之前都提過很多次, 人多擠迫的地方, 就不要逼, 不要搶, 不要擁, 好容易糟糕的, 你一摸摸, 人家撞你兩夜, 特別是老人家的骨很脆, 好容易就是這樣先的嘛。 好啦,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